卫生部的数据显示本地手足口证病例自4月初开始不断攀升 5月份最后一个星期更是出现了793起病例 不但比去年同期多也创下了今年的新高 来看记者林思敏的报道 根据卫生部网站的信息 截至这个月6号有两家托儿所和一家学前教育中心 出现超过10起手足口证病例和超过16天的长期传染现象 两家托儿所受询时表示 过去两个星期已没有出现新病例 不过会继续实施预防措施 如聘请专业清洁公司进行消毒工作 以及为孩童测量体温等 据了解 另一间学前教育中心 则会从这个星期四起关闭一个多星期预防传播 手足口证传播力强 好些家长不免感到担心 但对学校的防御措施还感到满意 家庭医生表示 本地每逢五六月份都会出现手足口证上升的趋势 五月六月的时候天气是比较热 那这个时候因为天气比较热 我们的免疫系统肯定会比较差 那手足口证的病毒也是比较容易传播 医生也提醒 手足口证一般毫无预警 家长应该每天定期检查孩子的健康状况 到学校后 老师也应该进行另一轮检查 以防万疫